我想两个班员花莲相亲很有底气 大家很努力 但是内需绝对不够 花莲县长徐真卫越说情绪越激动 因为花莲观光历经403大地震 还没完全恢复 最近又因为连日大雨 这强号列车撞上土石流出轨 让花莲观光产业更是雪上加霜 无论是梳花改或者是铁路 这都是花莲唯一对外的路 新生院长卓龙泰先生沙卡档 视察太鲁格重建进度 也认了努力不够还要再加强 下个月我们坐火车来 我要亲自走这一趟 看它是不是够安全 下个月我们坐火车来 跟大家真的是同岛一命 这强号事故发生后第二天 许多游客必访的台宁休息区 尽管天气晴壤 但人潮依旧空荡荡 我们昨天晚上看到新闻的时候 也蛮担心 想说是不是今天会抢修成功 但因为好像稍微延了一下 误点了一下 但还蛮顺利的 只是因为很明显感觉到 就是人潮蛮小的 我们希望政府未来再针对 能够像0206 以及在疫情的时候 先对我们产业的业者 能够提供一些协助 例如薪资补贴 或者是一些像员工 还有这个我们营业损失的部分 长生过后 让花莲山区地址呈现不稳定 直到大雨一来就经常发生 编坡谈放状况 东北干县是花莲重要的大众运输 想要重拾游客信心 就得从降低守宅风险上来 着手应对 金星文综合报道